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日專題 我們今次是說泰國想過一百二十日之後就全面通關了 在6月16日的時候泰國總理巴玉說明了一百二十日後全面通關 但是看回數字,疫情現在開始有大爆發 昨天,15日,他有三千宗確診,十九宗的死亡 疫情又再反彈上去,他是想在一百二十日後就打贏這場勝仗 這個當然比台灣合理的,台灣說十四天清零 這個更加不可能,出日子、默長一點,機會率是高一點 但是這個泰國的情況是不是這麼樂觀呢? 我想這樣吧,我應該是香港唯一的一個是說疫情會反彈的人 你記得是不是? 而且我也唯一一個是觀察到疫情已經反彈的人 所以基本上,我認為疫情會反彈 因為當時的實力論述,因為九月的全部會通關 但是現在已經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通關就通不了了 第二就是疫情會反彈觀察數字 因為我很留意數字 所以已經說了,英國、美國都爆發 美國都在省眉上,英國就爆發得很厲害 現在我覺得,但是大家已經是所有 歐洲已經不理三十二十一,很多都通關了 因為大家已經忍不住了 死人比死經濟好,我也是第一個說死人比死經濟好 你一來到我已經這麼說 很多時候我已經是死人比死經濟好 對於這個疫情的判斷,我沒有什麼人相信 就準確得過我 即是整件事,我覺得死人比死經濟好 大家都知道,因為這些很明顯 這是一個共識的 只要你有少少的基本的常識的想法 但死人要令醫院不倒閉才行 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現在做的做法就是 如果有一個心臟病,一個COVID-19 你就要COVID-19趕回家 然後才是這個心臟病 即是COVID-19將他放在最後 最後一項目,將他放在最後一項目 你就可以了 就堅決不治他的COVID-19 對,沒錯,那就沒有問題 所以其實就不是出現一個問題 所以現在泰國應該會開放 我想現在真正關心的應該不在確診率上 而是真正關心的在死亡率上 現在的數字應該要關心死亡率 為什麼呢? 因為你如果打了疫苗的話 其實也會患到的 問題就是你怎樣去 令到如果打了疫苗之後 你如果這樣,打了疫苗會患到的就是 蔡薛爾 蔡薛爾現在的感染率比大約七十幾% 大概打了疫苗差不多 即是去到群體密的數字 是的,但問題是因為他開放內遊 於是他所有人都都患過 如果每天都 他在說六位數字人口 十多人口 每天都有五百個 所以 即是崩潰 但問題是他不捨理 因為打了疫苗可能死亡率比較低 未看到死亡率 所以要死的人少就無所謂 所以其實就是 現在要看死亡率的數字 即是只要不死 然後找些人去醫治 就任你搞 因為可能找到一些人去醫治 那泰國現在就 我當作數字 十五號 它是三千個抗疫 十九個死亡 其實死亡率就不是特別高 如果打了疫苗 打了一百七十萬 當然不是特別多 因為泰國也五六千萬人口 即是一個中型國家 其實他打了疫苗 打得不夠多 所以你見不到 打完疫苗 是否會不舔 但他的死亡數字 是一個正常的數字 所以就是 我就認為 整件事 應該是 開啟社會 應該是大家的共識 是 大家也應該要接受 可能是沒有飛機餐吃 以及坐飛機 就是全程的戴口罩 甚至不讓他去廁所 即是短陶期的話 肚窩怎麼辦 這就是 這叫尿可忍 屎不可忍 是 對 你肚窩 你也會讓我去的 所以我相信 也挺不現實 好像我的前熱線 年紀大前熱線有問題 是經常去廁所的 怎麼辦呢 是嗎 是嗎 所以我覺得 泰國 我覺得 應該全世界都會開啟 不只是泰國 有些可能會先是泰國 譬如大家都會對台灣開啟 因為大家覺得台灣 其實也不太嚴重 我們歐洲更嚴重 歐洲跌了 90% 都比台灣嚴重 現在台灣是土的 中國人真的不受苦 台灣 對嗎 歐洲人多吃苦 你們還說什麼 你怎麼可以這麼不受苦 台灣 台灣的數字是假的 10%的死亡率 不合聲 你起碼成10% 也算是近膀 一些 起碼有3千種確診 這個我覺得台灣應該是 它的確診數由於染疫度來的方法 你應該會能夠按下去 現在已經按下去了 但是真實的數字 應該就是 除非有些很不識相的人 否則他應該已經全力了 按了什麼 又不檢查 如果這個 我一直都說 當你不用 是精密的科學 你不用封城 現在用這樣的方法去計 你只要是 實質上那個感染 會更加嚴重 是 你不肯醫 還有他依然繼續都是那些方法 就是 檢測三四個小時 給五千元 這些方法 但是他有改善的 就是把台積電的藍科 和所在的竹科 圍起他 在裡面喪打疫苗 調了九十萬支 然後打針 再加檢測站 就好像一個特區 沒錯 因為這件事是不可以失的 所以他用正確方法 就在這些公司上 其他就用錯誤方法 但是你用錯誤方法 一定會分開 到處的人一定會死的 現在的問題 真正的問題就是 Delta 究竟有多厲害 傳染率一定是高三成至四成 是的 但是死亡率應該沒有太大變化 是的 另外問題就是Delta 但是Delta問題就是 還有就是 現在疫苗防防的Delta 現在最新的 德國的疫苗 只有四十幾 BioNTech那一種 德國最新的 驗出來只有四十幾 哦 變種 是的 好像說 因為他 他叫做QVAC之類 他四十幾是因為 他對科興還是對其他 不是 他對病毒的有效率 對病毒的有效率 高科學的疫苗有效率 疫苗有效率 是 但是據說 他是因為對了很多新變種病毒 就是混了很多 他是很多變種病毒來的 因為他不是面對 他不是面對科興和BioNTech出來的時候 那種病毒 是 現在是面對變種病毒 所以他面對病毒 因為本因可能是很高的 但是面對變種病毒的時候 是低了很多 是 OK 所以現在就看 唯一的就是 究竟打了疫苗 可以萬一染病 可以輕多少 那個嚴重性 沒有人說過 是 沒有人說過 究竟打了疫苗之後 大家會不會重症變輕症 輕症究竟有多辛苦 只是說不死 是 死亡率下降了 但是重症率就不知道 不是 但是 輕症也死亡率下降了 但是輕症有多辛苦 不知道 就是 好難 不過死不去 還是 他有些這樣計算 你發覺 你知道沒有了美國 那也算是輕症 沒有了美國也算是輕症 是啊 你沒有了美國 那你又不會死 那當然是輕症 不是吧 不是吧 那你沒有了美國 那你又不會敷天搶地 那你又不會敷天搶地 還有BioNTech和科興國藥的相比 是 究竟BioNTech 它那個 它那個 它那個對於輕症的保護率 去到哪裏 那現在不是計算不感染率 那個感染率 而是保護率 我有多輕 它對於大陸的疫苗 究竟這兩樣東西 那個輕症究竟是有多少 這些數據是全部沒有的 很多很細節的數據 其實應該有的 但大家也沒有 因為這麼多人打了疫苗 這麼多人打了疫苗 就是疫苗患了 所以其實這些數據 全部都沒有 但是我現在全都沒有看到 所以其實這些東西 就出現了很多的確確 那之後如果要打補充劑 那你會很惡搞的 例如現在Delta 就佔多數了 那你打完 那打不就對Delta好些 那又會敷衍到另一隻的那裏 是啊 那個數太大 那你可不可以索性打一隻 三合一的這個 變種補充劑 那樣的呢 我以為應該年年打 是 多多最後結果就是年年打 你年年打 因為你補充劑 你不知道 你再變種就沒有補充 所以你要年年不同打 接著它又變又怎樣 但是這次我們最重要的 其實在泰國的疫苗打了之後 我是想再說一說 不是疫苗的問題 是泰國的政治經濟問題 OK 那泰國的政治經濟問題 那都是因為 最近準備到它學運的一周年 最大群務的時間是7月18日 那所以我也有少少去看它現在是怎樣 那當然政治依然是非常之不穩的 那因為各地學運啊 地方政府啊 都沒有聽話了 那而泰國的政治基本格局呢 就是政令不出曼谷的 就是你把政府是 是只能夠管到曼谷 就是港民政府 而軍方就在地方有實力的 就是軍方是管到地方的 那所以那個格局就是這樣的 那所以你說曼谷市內 那就會容易些去處理的 那但是曼谷外邊呢 那就是搞不定的 就是曼谷的鐵路設計呢 它都是給你整個外人進來醒的 那整個內地鐵 反而很嚴重的 那些設計很歸奇 就是這樣的情況 那就是曼谷也是這樣 曼谷塞車是第一個 九十年代的時候 大家說塞到走不到的就是曼谷 那我這樣說 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 和首都的所在地 是兩個世界這件事 是全世界都發生的 和從古以來都發生的 現在搞得最好的就是中國 不要算一些 新加坡 因為它是City States 搞得最好的就是中國 但是中國一籠到人就收回 即是說實際上 你沒有中央集權 你真實上是很難做到的 那中國也是夠大 我問一下你朋友 在北京附近的城市 都被北京渣乾了 即是北京青島那些 那不是夠嚴重嗎 而且因為共產黨 共產黨本身很嚴厲講黨記 所以就會是這樣的狀況 而曼谷呢 我想我這件事 要慢慢去推理才行 OK 就是在這個大營的 我推理不是今天做的 但大約會是這樣 在這個大營的狀況之下 大營的城市 大營的國家之下 以泰國這麼落後的政治制度形式 是 它需要一個政治改革 而政治改革 我相信 我相信這個大規模的政治改革 其實全世界到最後 都反而會做回中國這種做法 即是說真正的 全世界的標準 就不再是大家的民主政權 因為民主政權 其實反而有些類似封建政權 是 現代國家 是 現代國家要走回中國這種做法 其實民主制度 你發覺很可愛 全世界 進入封建政權下最適合的 是 原本的貴族 就過度變成議員 剛剛好 沒錯 所以 其實本身 我相信 泰國的政治制度觀點 或者美國的政治制度 或者美國的政治制度 如果你是沒有了對外擴張 也會想不到 所以泰國 或者整個東南亞 都是一些很原始的政治制度 那些政治制度是搞不定的 但對於中國來說是好事 但他們現在都是 因為人的知識有限 他們現在所做的 都是向自由民主化去埋盡 他們應該這樣說 是知識對於這方面的知識有限 但對於其他知識就好了 於是其實真正的方法就是棄勝絕子 即是說 是不讓別人做的 不讓別人去課書 不讓別人學這些 你會比較好 所以學科教比較輕覺 文科比較亂覺 當然泰國也是處於一個 ungovernable的情況 我之前也有說過一些數字 就是現在一百年左右 有五十多次政變 有五十多次選舉 還有五十多次憲法 國家都是不知所謂的 他因為他的政治制度 是由很平衡 轉角不到現代 現代的大城市 現代的經濟 現代的什麼 即是說你的政治制度 趕不上他的經濟制度 所以就會變成這樣一個情況 他還是很平衡的 即是說現在其實他的政治制度 你做帝制的話 至少帝制都不差 但你這種帝制是很明顯不行的 即是說你的皇帝要有一定的 即是他老爹也可以 即是普普佛就好一點 你現在做出來 即是一個廢帝 你是不行的 現在他有廢帝 其實他已經做了很多 他本來在德國住 他搬回來 我不明白他為什麼 這麼基本的原理 他不知道 他本來在德國住 然後德國趕他搬回來 現在他比較 由花花公子開始 開始做一些比較皇帝的事情 國王的事情 但我相信他搬不上 之前也說過 因為他這麼政治無能 是因為他是軍事天才 即是劈勇就厲害 但是自覺也搬不上 如果這樣說 如果劈勇就厲害 即是他管理黑社會 你用一個比喻 即是做489 就搬不上 那字頭 分不了社團的利益 所以我想泰國應該會爛下去 即是他在古代會好一點 即是帶兵衝鋒陷陣 那些 那用後面有人管就可以了 現在的問題 整個東南亞 或者整個什麼 就是水退的時候 才知道誰有沒有著苦 當初的時候 在上幾十年的時候 大家都很開心 但是現在 當全世界水退 還沒有了美國老爸的保護的時候 美國都自古不下的時候 所以他們的實力 相對於美國來說 是最近很多 所以美國保護不下 真的看不到不下 所以我覺得 全世界都會出現一個問題 當年叫做亞洲四小虎 馬來西亞 泰國 越南 還有一個不記得是誰 不是四小龍嗎 四小龍是頂級的 虎是差一點的 四小龍就是 香港 台灣 台灣 韓國 新加坡 四小虎就是 越南 泰國 馬來西亞 還有一個不記得了 但是 看回這幾個國家 似乎都是越南 會跑得更好 但是越南比較低 你這樣說吧 基礎低很多 所以你不要這樣看 那我們先說什麼 謝謝大家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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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快到亞洲電視 參加美股投資課程 嘗嘗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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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